在台湾有音乐制作人 将原住民的音乐搬上舞台 乐阵帮他看过他们的演出 在台东这个只有千多人的 碑南族南王菩萝 但人小孩都是歌手 不过要将他们天赋歌声 带到表演台上有一定的难度 这位台湾原住民并没有自己的文字 很多时连歌词都没有 只可以用最原始的歌声来表达心情 嘉嘉是台东南王菩萝的歌手 他相信就算没有文字 一样可以用声音来传情达耳 只有你们现场来听 聆听然后你们真实地感听 那我也只能够告诉你 用声音的传递 更可以让很多人能够 真的可以touch到 不过单靠声音可能流于抽象 要将原住民的音乐搬上舞台 音乐制作人就想到 将歌声和影像来一次交流互动的 crossover 用画面来讲故事 曾经有一个女孩 在我三岁之前照顾我长大 我以为忘记的岁月中 她用原住民的歌声 来自她有原家上的歌声 时时刻刻的音唱 由用歌声来表达心情 大家对原住民的那样的一个 本身音乐的内涵的话 不太了解 这时候我就想到 它需要被视觉来辅助它 就是说为了要让你当下知道 它这首歌在描写的意境 因为它没歌词 所以我就拍一个影片 让你去了解 艺术不一定是小众文化 要吸引观众入场 用现代的影像 和原住民的歌声结合 令这套音乐剧 较容易令观众看得明白和接受 也为艺术工作者的创作 带来了启示 在台湾有十几个部族 他们各自有不同的文化和音乐 虽然未必有文字 但是就透过这种音乐的广东议员 和世界不同的人沟通和分享 稍后电视记者来陈邦布斗 地以来 但我认为 希望 那个